敬香贊同嚴厲教育 土靈刀遠心酸食 發現小孩偷竊或是說謊 應該用嚴厲懲罰才不會有下刺 當然要用嚴厲的懲罰才行 他們才會記得教訓啊 像我老公被排擠 他都只好就是偷錢 買一些吃的喝的啦 然後去跟同學拉近彼此的關係 我第一位了想要零用錢 因為我媽媽是不給零用錢 今晚10點 福爾威創快篩小明星大跟班